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6月4日星期四 那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前两天预测说 这个川普啊 把军队都调来了 他很有可能在6月3号的晚上 6月4号的凌晨 发动一个呢 美国版的六四 哎 结果呢 这件事呢 就没有发生 在星期二的时候 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川普呢 突然在他的这个推特上 发了这么两个推特 那在第一段里面呢 他就说呀 说我和这个欧巴马两个人啊 如果说有什么共处的话 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两个都开除了Jim Mattis 说这Jim Mattis呢 他现在在全世界啊 他是一个著名的将军 这是徒有虚名啊 这个Jim Mattis呢 他根本就不能配得上 给他那么大的一个荣誉 我呢 当初把他开除了就对了 我曾经呢 还送他一个外号叫Kias 叫混乱 现在我就觉得呢 Kias这个外号呢 就不贴切 我现在应该送他两个字的外号 叫疯狗 他说这个James呢 他根本就在军事方面没有才能 倒是搞这种个人的公共关系倒挺有一套的 我非常不喜欢他 很高兴 我把他给开除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James Mattis呢 他是美国一个著名的这个上将 应该是五星上将 对吧 很著名哦 他曾经呢 指挥过海湾战争 曾经指挥过这个阿富汗战争 曾经指挥过这个伊拉克战争 你说就这几个战争 你说他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曾经呢 在欧巴马的时期呢 就担任过这个国防部长 后来为什么不当了呢 因为这个James Mattis啊 他是一个鹰派 他主张呢 对伊朗开战 当时呢 欧巴马就觉得这种呢 太过这个了 太过激进了 后来呢 就不用他了 他自己就宣称说要退休 就退休了 那后来川普上台以后呢 川普就提名 让他来做这个国防部长 后来就被这个参议院呢 就批准了 他是当这个国防部长 后来呢 他跟川普之间 因为他是一个鹰派嘛 川普其实呢 不管怎么说 他确确实实呢 是不主张打仗的 那他和川普之间呢 因为北朝鲜的这个问题呢 有很大的分歧 然后呢 还有川普不是要从阿富汗撤军吗 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 他全都不同意 意见呢 相差比较大一些 然后他自己呢 就宣布说 2019年的2月份 他就不干了 但是呢 川普这个人是非常好胜的嘛 他是在2018年12月份的时候呢 就提出来说 我到2019年的2月份 我就不干了 川普呢 就立马就宣布说 从2019年的1月开始 我就不用他了 不用这个James Mattis了 就等于说呢 川普把他给fire了 川普跟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他都不给别人一个面子 说让别人是主动辞职的 非得说是他fire了 别人辞职的呢 他也说是 是他给别人一个机会说 你写一个辞职信 我让你给你一个面子 他要给别人一个面子 还得告诉全世界说 是我要给他一个面子的 你说他要给人面子 还是不给人面子呀 那这回呢 人家从2019年初就不干了 现在都一年多了 他为什么又出来突然发这么一个推特呢 是因为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 还有这次美国的这个抗议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Mattis啊 他看不过眼了 他觉得川普的这个所有最近这些做法 说的这些话呢 全都是一些个 煽动的 挑拨的 拉仇恨的 搞分裂的 这么一些个言行 他就特别看不惯 他在这两天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他接受了一个专栏的采访 然后呢 他就提出来说 这个川普呢 他根本就 这是我所见过的这个总统当中呢 最差劲的一个 根本就没有什么leadership 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导能力 有的呢 只是搞分裂 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些话呢 就引起来了川普呢 他的不满 他当然不满了 川普呢 是一个牙字比报的人 连牙字都比报 更何况呢 就是这么公开的 这样来评价他啊 他当然是非常的愤怒了 就发了这么两个推特 来攻击这个James Mattis 那这是星期二的事 那如果说呢 这还只是 他以前的一个国防部长 对他一个公开批评 那在星期三早晨的时候呢 这个川普呀 迎头就受了一闷棍 到现在这川普都没有缓过气来 我还在盯着他这个推特 我看他说什么 他对这件事呢 就只字未提 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他现在的国防部长 他叫Mark Esper 大家都知道吧 就这个 叫艾斯伯 好像呢 中国给他翻译成名字呢 叫艾斯帕吧 艾斯伯的 反正他的英文名字呢 叫艾斯伯 那这个国防部长呢 其实呢 他也是一个鹰派 他呢 于星期一的时候呢 川普不是宣布吗 现在呢 我们的军队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了 thousands thousands 那些个heavily armed的 那些军队 soldiers 那些军队的士兵们 就是重装的那些个士兵们 成千上万的士兵们 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如果说你们这些州长 你们不能够平息这些个暴乱的话 那我就出动军队 他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呢 他说了这句话 那他说的这句话呢 并不是说他一拍脑袋 然后自己就说了 对吧 你派军队啊 而且那军队呢 有这个CNN啊 还是ABC啊 好像是CNN吧 记者爆料说呢 他们亲眼看到了 从这个白宫旁边的 宾西法尼亚路 从那个路上 过了有六七辆 或者七八辆的军车 就像咱们以前的大解放似的 上面拉的那些士兵 就是运到了这个白宫 那还只是一部分呢 按照川普说 1000是1000是吗 你要调动这些士兵的话 你没有国防部长 他是玩不转的呀 对不对 这个国防部长呢 他也是在星期一吧 星期一的时候 川普不是给那些个governors 给那些州长 搞那个电话会议吗 那个电话的录音 还被公布了出来 就听起来那个电话录音的 效果也不太好 人们就听着就像是 他在地下的那个碉堡里面 跟那说话的声音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听出来 那是碉堡里面 反正那个声音的效果呢 就很特别 那他在那个里面呢 对于那些州长们就咆哮 所以你们这些人呢 都是些 这就骂人就是很严重了 说你们都是些 然后你们都是很无能的 很weak 很无能 你们现在呢 如果说你们不能 把这些暴乱镇压下去的话呢 我现在要触动军队 我们要占主导 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呢 我们要dominate 我们要占主导 你看你们现在完全是被那些暴徒 牵着鼻子走吗 我们要控制局面才行啊 然后在那个电话里头呢 就能够听到这个 埃斯普尔在里面 也说了这些的话 说我们呢 要在这里头呢 要dominate 我们要占有主导的地位 那因此呢 这些州长呢 就对川普都很有意见 说这是我们各个州的事情 我们有我们的警察 我们有各级警察 对吧 我们有市警察 我们有州警察 然后还有联邦警察 FBI 还有便衣警察 就有很多的这个警力 还有那个国民卫兵 对不对 国民卫兵 有州的国民卫兵 有联邦的国民卫兵 我们有这么多卫兵 然后我们不用你那个军队 你派军队我们不要 这些人呢 对埃斯普尔呢 也有了意见 那埃斯普尔呢 在星期三的早晨 突然他自己 就召开了一个 小规模的一个记者会 稀稀拉拉的 邀请了那么几个记者 然后他就宣布什么呢 他就宣布和川普切割 就是说 6月3号的大清早 我本来我就说哈 星期一的时候 川普就信心满满 然后说你们这些州长们 你去都回去 想办法 最大限度的来进行镇压 你们要是镇压不了的话 我就出动军队了 而且他向公众就公布了 我有 对吧 我有这么多重装的 成千上万的 这些专业性的士兵 你们如果不利的话 我就派他们出去了 对吧 更何况我还有恶狗呢 他一号他说了这话 二号呢 他会给各个州呢 一个这个时间 让他们看看 各个州呢 观察一下 给他们一个机会 看他们怎么样 对不对 如果说不利 三号的时候呢 如果这些人呢 还继续进行暴乱的话呢 很有可能在 6月3号的晚上 6月4号的凌晨 川普呢 就给他那 Thousands Thousands 那些个 Heavily armed的士兵 会下命令 就演绎一场 美国版的六四 我给他计划的很好的 结果呢 6月3号 星期三的大清早 然后这国防部长呢 哎 他怂了 他出来呢 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就说呢 我呀 其实被川普骗了 我被他骗了 他那天到那个教堂那呢 去照相 然后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之后呢 去教堂 然后就商量这些事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当时就是一个懵的 他让我干的 这都是他让我干的 我根本就不同意 就完全和这个川普呢 就切割 而且他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他开完这个记者会以后呢 他就马上把调集的那些士兵呢 又重新让他们回原部队了 哪来哪去 都给他们解散走了 所以说 这个6月3号啊 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 6月3号晚上 6月4号的白天 他都不会发生美国版的六四 不会发生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在呢 川普等于说是 就完全懵了 他前一天刚发了一个视频 攻击他的前国防部长 结果呢 6月3号 对吧 6月3号大清早 就被他的县国防部长 埃斯普摆了一道 现在都还没反过神来 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媒体呢 都在说 哇 埃斯普现在如履薄冰啊 他是走在一个薄冰上啊 他会不会陷落 就是说 他会不会被川普拿下 会不会fire他 就觉得你这种情况下 哇 川普还不fire你吗 很有可能fire他呀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天 川普没有发这样的推特 我们不知道 后面呢 会发生什么 但是呢 我看美国的这个暴乱呢 一时半会儿 他是停不下来的 那埃斯普说呢 他就坚决反对川普 要用那个暴乱法 美国呢 号称是一个法制的国家 对吧 你做任何的事情 都得找看看 那些个法律库当中 耗无烟渺的那些个法律库啊 里面有没有说 哎 我川普要调用军队 有没有这个根据 我想呢 其实他不用找呢 他也知道 他是有根据的 因为呢 在不久的 以前 在1992年的时候 就在中国8964 发生了之后 92年的时候 美国的洛杉矶 就发生了一个暴乱 那个暴乱呢 也是因为 有四名警察 野蛮执法 对待黑人 然后呢 也是被录下来了 清清楚楚的 那四个人呢 是野蛮执法了 那洛杉矶的市长呢 还出来表示呢 道歉洛杉矶的警察局长呢 出来说 为他底下的这个警察呢 觉得非常的丢人 认为呢 他们确确实实的 就是犯法了 哎 结果呢 就被法庭上判决 他们四个人无罪 之后呢 就发生了这个洛杉矶的 这个暴乱 在暴乱的过程当中呢 就跟这次一样 只不过呢 他比较集中 这次是全国各个地方 全国呢 一百七十多个城市 都发生了这暴乱 这是这一次 那上一次呢 就只是集中在 这个洛杉矶这一个城市 你想想看哈 当时呢 洛杉矶这个城市呢 他自己搞不了了 自己的警察不够了 然后就调用了 他们州的一个自卫队 还调用了州的军队 他州也有军队 结果州呢 搞不定 还调用这个联邦的 这个国民自卫队 完了以后呢 又调用了海军 陆军 调用了三股部队 来进行镇压 后来才镇压下去 那这次发生暴乱的时候呢 洛杉矶的市长啊 首先他就出来 苦口婆心的 就跟他们的市民就说 大家呢 一定要冷静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和平解决 不要发生暴乱 因为92年的那个暴乱 一直到2014年 他们所受到的这个损失啊 还没有弥补过来 那个因为有好多的建筑物呢 都毁损了 都烧了 都砸了 那还没有给他那个重建起来 说一直到2014年 才完全消除了1992年的那个影响 所以这次呢 祈求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搞这种暴乱了 所以说呢 美国呢 他用这个军队 他是有根据的 有历史的 就在不久呢 以前1992年到现在 对吧 8964现在31年了 31年再减去3年 27年了 27年以前发生的事情 那川普呢 现在就把这个法律依据都找出来了 说我用的是这个评判法 用的是这个法 这个法呢 是1878年 还是18多少年 建的这么一个法 他一贯呢 他特别的会这个挖箱底 让他给挖出来了 运用这个法律 来进行评定 结果没想到 让这个国防部长给摆了一刀 现在呢 川普等于说 他自己呢 就是一个孤家寡人 看来他要实现 他这个理想呢 也不大容易 除非呢 他再去做这个 埃斯普的工作 毕竟这个埃斯普呢 他也是一个鹰派呀 埃斯普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和川普他们商量好了 要用军队来镇压 星期天的时候 不是还把那个教堂给烧了吗 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呢 川普就去照相 然后呢 星期二的时候呢 他们这是一个人呢 因为川普去照相这件事情呢 引起了重怒 那那些人呢 又跑到这个教堂的这里呢 进行示威 抗议 当时呢 这个埃斯普啊 还到那去督镇 到现场去 说清场了没有 因为二号的晚上 宵禁的时间到了 埃斯普到现场去 说清场了没有 当时还没有清 埃斯普当时呢 还到现场去呢 有一点发火 说赶紧清了 赶紧清了什么的 这个埃斯普呢 其实他是一个这个鹰派 军人嘛 对吧 军人一般的来说呢 都比较脾气大一些 对吧 你看埃斯普 以前的Boughton啊 还有这个 James Mattis啊 这些 他们全都是那个 这种脾气很大 一言不合 就叫动物的这种啊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先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